我们现在来看一下Camtasia的影片输出方式 一开始我们把这个软体打开 然后如果你的素材里面时间轴底下没有东西的话 你按这个Produce & Share是没有效果的 它会跟你说并没有任何媒体档案 所以我们先一定要让你的素材区有东西 比如说我有张照片在素材区 然后素材区必须要在时间轴里面 必须存在时间轴里面 这样子它才会把时间轴里面的所有合成的效果 里面是我编辑的影片剪辑的影片全部做输出的动作 然后这时候我们再按Produce & Share才会有效果 那这个时候这个下拉罢它可以让你去选择 你要输出的档案形式是MP4 预设都是MP4 因为现在最流行的格式 最小的格式 最清楚的也是MP4格式 那这个MP4格式又分为四种 第一个是480p 然后720p 然后这个是除了MP4格式之外 又内涵了Video的Player播放器在里面 480p然后720p 那预设呢我建议大家输出成HD的画质720p 那不见得要去包含这个VideoPlayer 我们就单纯要个MP4的档案就好了 所以你就选这一个 那下一步 它就会告诉你说这个档案的名字你要叫什么 比如说我是Test MP4 然后folder就是你要储存在哪个地方 比如说我要储存在 我先储存在我的桌面就好了 TestMP4 点MP4 所以这个副档名就是MP4 然后按存档 那这边有个存档类型 你们可以看一下 它就只有一个选项嘛 MP4 然后存档 这个时候呢 它有告诉你说 我们要把它组成一个资料夹吗 我就好勾选就好了 底下这两个就不需要勾选了 它就是说 你输出之后要马上秀出来 这个输出结果 就是打开那个档案吗 按完成 然后它就开始做输出的动作 好 这时候呢 我们在桌面就会有一个刚刚的档案 我们去看一下桌面 桌面这个TestMP4档案 它是一个资料夹 因为刚刚我们勾选了一个资料夹 组成资料夹 然后档案就放在这个资料夹里头 那这个档案我们把它点开看一下 它就是一个MP4的影片 那因为我里面并没有放影片 只是放一张照片而已 所以输出就是这样子 这个就是输出的最简单的方法 当然你还可以去做其他输出的更多设定 比如说你也可以去制定 像我这边有制定一个牛奶把 就可以在这边一个ADD EDIT 去选择 去New一个格式 然后你可以去选择 MP4或WMB或MOB等等 那预设我们都是用MP4 那或者是你还可以去把它加上浮水印 这个我们在浮水印的章节里面会介绍到 OK 这一节就是讲怎么样最简单的输出 谢谢